解读经典幕后 神侃影视周边 大家好 我是龙套下一条 本期视频 小编和大家一起回顾 陈沐盛指导 杜琪峰监制 刘德华 吴倩怜 吴梦达主演的爱情电影 天若有情 擅长飙车的华帝 受老大七哥所托 为社团头目喇叭的抢劫行动 做接应 第二天 喇叭带人洗劫了珠宝公司 华帝开车帮他们逃跑 自己却在混乱中被警察围堵 无奈之下 他将17岁女孩周周 杰作人质 顺利脱身后 华帝来到约定地点 与喇叭碰头 凶狠的喇叭 发现了藏在车里的周周 想要杀他 却被华帝阻拦 喇叭执意要处理掉这个麻烦 要求华帝自己解决 之后便扬长离去 看着失魂落魄的周周 华帝没有听从喇叭的指示 他取出早已藏好的机车 把周周送回了家 踢˙tived aqui à 孤雅 有日再测 li 不時视魔追我抑挂 过去的但是一切挥平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保告诉华帝 喇叭已经被警察带走 江湖传言是你出卖了他 话音未落 喇叭的小弟成群而来 要对华帝痛下杀手 这时警方感到众人四散 华帝也被抓回了警局 警察让周周来指认嫌疑人 面对华帝和喇叭 他摇头否认 喇叭担心东窗事发 指使手下杀周周灭口 危急之下 华帝及时出现 再次将周周救走 他们躲在一间出租屋内 喇叭带人杀到 幸好七哥出头解围 他们才得以安全离开 身受重伤的华帝 在周周的凝望下独自离去 事情到此本该告一段落 然而不经世事的周周 已对华帝情有所动 他找到华帝 跟着他来到赛车场 华帝带着周周 参加十分危险的飙车对赌 以为这样能让他知能而退 但周周却鼓起勇气 笨拙地爬上了车顶 赌局开始 疯狂的车子左冲右撞 周周险些跌落 几圈过后 华帝辗转腾挪 终于迫使对方撞车起火 周周惊魂未定 哭着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华帝心生悔意 他追上周周 冲天的火光中 两人相拥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周周的父母从国外回来 为他选好了出国念书的学校 华帝却整日身陷帮派争斗 他们的未来似乎永远无法交汇 周周找到太保打听华帝的下落 却看到他被喇叭的小弟任意欺误 影片中 吴梦达准确诠释了角色的卑微懦弱 和胆小怕事 为悲情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凭借此片 吴梦达荣获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奖 这也是他从影以来 获得的唯一奖项 周周在澳门找到满身伤痕的华帝 华帝问 跟着我后不后悔 周周靠在他怀里 脸上满是追随的坚定 杜琪峰为影片选女主角时 吴倩怜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 天若有情 是他踏入香港影坛的处女作 我们完全可以从电影中 看出他的稚嫩 正是这种青涩 让周周与刘德华饰演的华帝 在人物气质上形成鲜明反差 结合残酷背景下的纯哀故事 经典也就诞生了 回到香港 华帝因周周母亲的控告而被捕 周周也被家人强行带走 爱情的交融 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悬殊 周周答应母亲去加拿大读书 华帝才因撤诉被释放 雨夜中两人相见 华帝酯丁大醉 周周默默收拾干净 留下字条 轻轻离去 优优独播剧场上 一心想要上位的喇叭 摆下鸿门宴约七哥谈判 七哥重刀惨死 华帝也被喇叭重伤头部 只身而逃 华帝要为七哥报仇 动手前找到即将离开的周周 做最后的诀别 华帝抢来礼服和婚纱 在教堂前和周周拥吻着彼此 他知道若要无悔 在今夜结束是最好的方式 看着潜心祷告的周周 华帝跨上机车 悄然离去 周周回首 发现华帝已经不在 他向着茫然的远方苦苦追寻 却不知 华帝已在卑劣的街头 渐行渐远 爱情就这样开始 就这样停止 令人心碎的交错 只因英雄陌路的宿命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一切不过是个悲伤的梦 我是龙套下一条 欢迎关注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 过去未曾尝尝 过没有见失去的声音 乐日远去 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 风雨思念 此生梦里 总会有悲许 若果他知 此生不可与你 哪段生命是无奈 过去也曾尽数 往日心里 爱的声音 就像隔世 人期望重拾光天的一切 此世短暂 转身暴震 消失了的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